鼠蛇人堪称十二生肖中的隐形富翁,鼠蛇的人实在是太低调了,其实他们特别优秀,特别有能力,可以说是才华横溢,尤其是在事业上。 鼠蛇的人不仅有想法,而且有勇气,敢于实践,能够不惧怕挑战,所以事业运总是特别旺,凡事都容易成功,财运自然也差不了多少,而生肖蛇的人非常善于生活,懂得精打细算,而且极具理财头脑,也有很强的赚钱能力,所以鼠蛇人的一生是有福气贯穿的,有财气守护的。 财神爷对鼠蛇人从来不缺钱,鼠蛇人一生都会幸福美满。 鼠蛇人年轻的时候,他们浪漫又热情,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谈乐爱情。 而且,鼠蛇人并不想被婚姻束缚,即使结婚了,还是会和其他人发生关系。 他们的子女福分浅薄,婚姻中并不幸福,部分鼠蛇人也可能直接找个二婚男人愣愣地住在一起。 而且,鼠蛇人身体状况也很差,所以年老的时候难免会感到孤独。 不过鼠蛇人一向财运不错,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一帆风顺。 主要原因是鼠蛇人性格随和,善良,容易相处。 因此,鼠蛇人很容易交到朋友,也容易遇到贵人。 鼠蛇人一旦在工作中状态良好,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。 鼠蛇人勤奋,认真。 滚滚,得到财神的庇护,无论做什么都会赚钱,一生都会被好运贯穿,注定财员广见,财员滚滚。 鼠蛇人虽然他们很聪明,做事很能干,但是他们却很懒。 他们对婚姻和家庭有很大的憧憬留恋,但鼠蛇人一般结婚后,婚姻并不美满。 虽然鼠蛇人恋爱过很多次,但是鼠蛇人女的婚姻生活却是一团糟,很多最终都会以离婚告终。 而且鼠蛇人他们花钱毫无节制,有多少就花多少,手头没有积蓄。 当鼠蛇女人老了之后,就会显得孤独可怜,不仅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,手头也没有钱,连正常的吃饭和看病都几乎成问题。 想要在晚年摆脱这种状况,就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出改变。 鼠蛇人只要按部就班地努力,把赚到的投资自己身上,好好的存点钱,晚年即便没有子女,一定也能过得很好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其实很矛盾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希望离开故乡,离开父母,到大城市打拼。 到了一定的年纪,就希望回到故乡,与父母相伴。 让人无比心酸的是,以往离开时的决绝换来了今日的遗憾。 离开了故乡,不代表就能回到故乡。 有些离开,那是岁月磨洗下的沧海桑田。 就拿60后和70后这两代人来说,他们都遇到了好机会,同时也是城市化的见证者,这就注定了他们需要离开故乡,来到大城市打拼。 对于故乡,不少人都觉得比不上大城市不够繁华。 因此,向往灯红酒绿的世界的人们,就产生了扎根大城市,让后代成为大城市人的想法。 有些60后和70后比较幸运,赚到了钱,也在房价特别低的时候,买到了房子,顺利实现了层次的跨越。 有幸运者,自然就有不幸者。 有的人运气一般,赚不到钱,也买不到房子,就只能在大城市租房。 这一漂泊便是大半辈子的时间。 过年的时候,看到这么一个案例。 说的是一个年近五十的中年人,回到故乡过年。 没想到,父母离开了,亲戚固有也各奔东西了,故乡早就没有以往的滋味了。 看着冰冷的故乡,他只有一个念头,过去的一切都成为了记忆。 当下所看到的一切,早已变得陌生。 也许,在岁月面前,连故乡都留不住。 我们常说乡情难忘,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故乡呢? 真正的故乡,理应包含了父母、亲人以及朋友,还有儿时的一切回忆。 这些人所在的故乡,才算是真正的故乡。 没有了他们,乡情便消失了。 就拿我们都重视的房子来说,有房子的地方,就真的是家吗? 不能一概而论,房子当中有家人,有爱我们的伴侣,有我们所生的孩子,这便是家。 如果房子里面什么人都没有,那他不过是等着风化腐蚀的钢筋水泥罢了,毫无意义。 60后和70后这两代人,就在见证着故乡的消失。 故乡,还是那个名字,也还在那个地方,唯有当中的人与物,都物是人非了。 镇上的老刘,在25岁那年,就送走了爷爷奶奶。 在50岁那年,便送走了自己的父母。 送走爷爷奶奶的时候,他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,送走了爷爷奶奶,那下一个送走的,便是父母了。 一切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。 产生这种想法的他,就在后续的25年当中,对父母特别好,因为他不想留有遗憾。 随着父母的离开,他不禁感慨,下一个就是自己了。 如今的老刘,其实没有什么追求了,只有一个简单的心愿,那就是供孩子读完书,结婚生子,自己就跟另一半回老家生活,静待老去的那一天。 老刘,其实是无数中年人的一个缩影。 这些中年人,既回不到故乡,但也希望回到故乡。 他们明知道,记忆中的故乡消失了,可他们依旧放不下。 人,之所以一直强调,夜落归根,不是为了什么,也不是因为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,只是感情使然,内心不想放下罢了。 或许,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,唯有故乡,实在是触动情绪的一根弦。 60后和70后,命中出现这些迹象,暗示余生只剩归途。 一,记忆中的故乡,终究成为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名。 熟悉在于,故乡承载了我们前半生的回忆,不仅是生养我们的地方,还是这辈子的根。 而陌生在于,时光匆匆,一切都改变了,早已没有了以往的感觉。 感觉这种东西,那是很奇妙的。 你感觉故乡亲近,说明故乡有你重视的人与物。 你感觉故乡不再亲近,就说明你所重视的人与物都消失不见了。 二,逐渐送走了父母,也养大了孩子。 网络上有这么一句话,只要送走了年迈的父母,养大了孩子,自己就可以收对了。 60后和70后这两代人都比较传统,一直把家的观念放在心上。 所以,他们对于父母和孩子的重视,更胜于对于自己的重视。 当某一天,他们把这两件事完成了,那他们就在无牵挂了,也心满意足了。 三,一切都变了模样,包括自己,也包括身边的人与物。 一年可见春夏秋冬,五年可见世事无常,十年可见沧海桑田,三十年可见生老病死,五十年可见人间变幻,一百年可见天道循环。 故乡的枝头,哪怕长出了新的嫩叶,也不再是以往的模样了。 逐渐远离故乡的我们,哪怕穿得再好,吃得再好,心中也变得空落落的。 一切其实都变了模样,人如此,故乡如此,天地如此,宇宙亦如此。 人来人去皆更替,世事变迁一场空,父母的过往,便是我们的当下循环罢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